下一題 這個就是當初在做重量百分濃度的一個愛考的題型 叫做求融值 那麼從這裡面就得到了第三種算融值莫爾素的方法 但它不見得是要你算莫爾素 像這個是要你算幾公克 所以要知道公克跟莫爾素的轉換 好,兩大M的氫氧化鈉3公升有氫氧化鈉多少公克 就是我們第三個算莫爾的方法 就是莫爾濃度乘以容易體積 體積用公升做單位 所以這裡就算算有6莫爾 我不是要莫爾,我是要算什麼? 質量 所以要知道莫爾跟質量的關係 可是莫爾就是質量處理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質量就等於莫爾乘以分質量 然後分質量算算是4值 水沉完之後 就應該是240公克 所以這題答案是240 240 好,同理 請問你 這裡有硫酸幾公克? 好,除了數字不一樣 東西不一樣之外 其他的做法、想法完全不一樣 還有一個小小的不一樣 就是他給的不是公升 他給的是毫升 他給的是毫升 那麼他應該是多少勒? 他應該是多少勒? 他應該會是幾公克勒? 停車站接問 南天雲 98 98 請坐 98公克 想法是跟剛才一樣的 就是莫爾就是莫爾濃度 可以容易的體積用公升做單位 然後算算 要記得要用公升 然後算出來有1莫 然後呢 再把它變成質量 就是 莫爾乘以分質量就會變成質量 那麼 油算分質量 我說過應該會貝的 98已經行過N變 所以算完一層就知道了 答案叫做 68 答案叫做98 OK 為什麼會沒有反應? 不理我 反應有98就對了 98 OK 好 那麼 下一題 下一題變成是問幾個? 一樣嘛 就是莫爾換成個嘛 剛才是大部分的題目都是問質量 或者什麼之間 他這裡問多少個 但是 想法是一樣 只是你帶的公式小小的不一樣 就變成多少個跟莫爾的關係 好 多少個跟莫爾的關係 那麼是多少咧 停車站接問 有帥哥男嗎? 沒有 這個人一定不會 我要叫你嗎 看人好 是你 是你 6乘以123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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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乘以122次方 0.1莫爾 請坐 一樣 一樣 刷到莫爾 然後換成公升 所以有0.1莫爾 再來就是要莫爾換成幾個 就要個數跟莫爾的關係 各數去除以6乘以123次方 叫莫爾 所以假設他 再進去 所以6乘以122次方 所以就是6乘以10的22次方 就這樣子 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就是給了容易 多少濃度之後 你去算他的容值有多少 這以前在做重量百分濃度的時候 就做過了 這是一個重要的你要學會的提醒 OK